華先生 大家好 反港獨 反港獨 撐釋法 撐釋法 我今天除了代表我們香港北京交流協進會之外 也都代表香港中華廠商聯絡會 李先生今天出外 沒有時間 所以我代表他講幾句 其實大家在這裏 我覺得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香港開始病了 剛才也有朋友說 香港要消毒 釋法 我經常都說 就是幫 擁護基本法的大部分香港人 打了一支強心針 香港如果不將這些 要港獨的毒樓撤取的話 我們香港一定是沒有人走 剛才有傳媒朋友問我 有些人說 釋法是會影響 投資者來香港的信心 我想大聲地跟大家說 正正因為釋法 我們一些歪理歪道 是可以重新撥亂反正 更加鄉多外國的投資者 是願意來香港的 所以在這裏 我多謝大家 也都希望大家 繼續努力 反港獨 撐釋法 多謝大家 思明的大會 谢谢大家